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钱伟 眼下全球新冠疫情仍在蔓延 国内多地发生小规模疫情 如何评估今年冬天国内疫情的反弹风险 疫苗问世是否可以终结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 针对这些问题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接受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为大家进行权威解读 张主任你好 你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最近上海浦东发生了一例病例 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那么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是否意味着此次的疫情 波及范围有限 不会令大家太担心呢 这次上海浦东有一例的疫情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但事实上呢 在我们的专家团队而言 对于这样的一个偶发的一例 事实上也一直是在意料之中 在半年前 我们在专家组的会议上 我们也仿佛地表达过 这一次疫情有可能会延续很多年 也就是说 在不仅仅是今年的夏天不能终止 而且会蔓延到年底 甚至于第二年都会继续蔓延 最近大家也都慢慢地接受了这一个观点 中国呢 是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一个国家 我们是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 特别广的一个国家 而中国无论是输入 还是输出的经济方面的一个货物 还有各种经济的来往 都是居于世界的一个中心之一 这种情况下面 你如果能够彻底地杜绝输入性的疫情 事实上是不可能 有些输入的一个病例 其实并不是以我们的人缘的进入而带来 而是有可能跟货物的一个物流的进入而带来 像这种的一个输入呢 事实上在任何时候 随着这个物流的输入越来越多 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中国现在对外的口岸 无论是陆地的还是空港 其实都会面临着这种风险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 你只能做两件事情 第一种事情 你要么断绝于全世界的交往 如果做不到 那第二步就能有充分的预案 来针对任何就是像这种散发的疫情的发生 一旦出现 预案马上就开始启动 其实启动这种预案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要永远跑在病毒的前面 对于这一例我们的指示病例 指示病例你如何发现 上海在经历了上半年 第一件事情就是扩大了上海市的发人门诊 和发人少典门诊的布局 我们的发人门诊和少典门诊呢 应该是多达400多个 一个城市就400多个这样的一个 网格化的少典门诊 这样敏感的一个发人门诊的体系 总是让你能够对第一次发病的这些病人呢 你会找得到 所以很多人会说 那我都是无症状感染者 你怎么办 当你发现第一个发热的病人的时候 同时隐藏了有多少个无症状感染者 这一点需要我们第二步去做 所以第二步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扩大检测 就是以这个发热人员为中心 进行密切接触者的追踪 为了你能够跑到这个病毒的前面去 那你就必须再进一步的扩大 对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 同时以这个指示病例为核心 扩大它的检测区域 那么只要做到这两点 其实不会跑到病毒的后面 那么这一次上海对于一个孤立性的 在机场发生的跟货物接触 有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个病例 说举实话 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大惊小怪 整个上海的卫健委 整个的医院系统 整个的疾控系统 事实上对这件事情这次上来 无非是对于我们无数次的演练当中的 又一次的实战而已 迄今为止 我想只有他一个密切接触的同事 发现有这个病例的感染 其他的再扩大检测就再也没有发现 那么我相信随着进一步的对于病毒的追踪 这个问题应该很快会得到解决 关于这次疫情的起源 您有什么新的信息能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到了目前这个阶段 我们对于一个世界大蔓延的过程当中 你再去找最原始的起源已经变得极为艰难 同样的在无数的成千上万件的货物当中 你找到是哪一件货物 事实上也毫无意义 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病毒是有生命的 病毒的生命是多少时间呢 基本上就是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所以对于我们防控的专家来讲 我们的要点是在于 我们是不是在病毒的传播的有效的生命周期里面 我们控制住病毒的传播 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 如果病毒都是跟物流无关的 那么将来我们都要在物流方面 给予更大的一个关注 但是这么多物流的进来 你的采样检测 你一定是抽样检测 而不是全检 所以对于将来的一个防控策略 对于海关的抽样 仍然是至关重要 特别是成批的货物进来 是非常重要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有一套非常好的防护的策略 这个防护策略呢 第一 我们是要在海关所有的人员的一个疫苗注射 对自我的一个保护 第二 我们民众在接收外来的一个货物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机制 比如说用酒精的喷洒啦 或者洗手啦 或者外包装拆掉不要啦 我始终做好严密的追踪 将来随着世界的重新打开 事实上散发病例会成为逐渐 大家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态势 但是如何在散发线的病例进入这个社会 对大家造成风险的时候 对于健康的人提供一个保护 这是要点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人类就具备了和病毒共存的一个智慧 世界上病毒生存的年限大约在38亿年 地球的历史是16亿年 对于未来而言 我认为我们要学着怎么与这样一个病毒共存 共存的一个智慧就是怎么样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病史率 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此前国内有很多专家表示 今年冬天我国不会发生第二波疫情 那么现在来看呢 就是最近各地也有一些小 发生一些零散病例嘛 那么针对这种新的情况 不知道您现在对我国冬天 今年冬天的这个疫情判断是怎么样的 今年的冬季或者夏季事实上对这个病毒而言 对我们中国而言其实没有区别 中国的真正的疫情的结束 初步结束 应该是在今年的4月8号 武汉宣布解封 武汉宣布解封 我们第一波的疫情事实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后来陆陆续续又出来几个城市 包括北京 包括青岛 包括大连 包括云南 包括一个乌鲁木吉 但是对这些疫情的一个产生 对中国都没有造成大的影响 对中国个别地区出现的散发的病例 其实不造成这个城市 对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个全面的隔离 而是根据我们安全马上的绿码 应该给予通行 世界的疫情没有结束 中国始终会有输入性的散发的病例 有时候是一例 你如果整个的疾控系统 发生门诊系统不够敏感 这一例就会变两例 两位被四例 到了十例二次例的时候 这个城市如果还发现不了 那个实际上这个城市真的应该进入暂时状态 所以现在的关键是 我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来针对这些输入性的疫情 不是任何一个专家所能预测的 谁在最终决定这一波疫情有或者没有 我今天告诉你 取决于每一个省市 你是不是具备非常完善的快速反应 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 这三个能力 如果你具备了快速反应 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 具备这三种能力 事实上输入性的疫情 就会纳入了新长代的一个管理体系里面 就是说这个第二波疫情指的是这种大规模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 昨天国家卫健委主任李斌 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说 今年冬天认为会可能发生小规模的 这个具备性的疫情 风险一直有的 所以今天卫健委 李斌同志说这样的一个提示与警告 事实上极为重要 为什么在这个单口提这一个警告呢 因为随着这个东西的来临 我们就会有巨大的输入的风险 你问我上海有病例吧 我说有 有一个本土病例 那你说上海病例在哪里 你找不到它 为什么找不到它 因为这个病例被我们隔离好以后 处于一个闭环之中 在整个社会又没有病例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动态清零的策略 这个才是我们今年乃至于明年的 防控的一个精髓 感觉您将我国的这个防疫策略 就是总结为动态清零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说 这个动态清零这个说法 是您第一个提出来的吗 我们根据中国现有的一个防控的策略 从北京的新发地出现疫情之后 我提出了这个观点 北京有疫情 我们不要担心 我们中国是精准防控 动态清零 也就是说我们允许病例的 就是小范围的个别的病例的一个出现 但是我们会在横团的时间内 把这个病例给控制住 按照中国目前的各个区域 大家在防控的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看已经发生过的几个地方 基本上在四个礼拜内呢 基本上都可以清零 那么上海这一次 如果没有特殊意外 我相信上海这一次应该在两周内 也就清零 而且某种意义上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一个病例的发现 就属于极未早期的一个病例 就极早期 越早期 动态清零的时间就越短 让你甚至于注意不到 您刚才反复提到了一个词 叫做精准防控 我们实际上在这个今年的 各地的一些散发疫情当中也看到 很多地方都进行了 这种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甚至是全员的核酸检测 那么就是想知道 今后在今后的这个疫情处理当中 这种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将成为一种标准做法吗 它与您提到的这个精准防控 是否一致呢 我认为精准防控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应该是最早出现在北京的新发地 因为北京处理这件事情 事实上采取的是一个 精准防控的一个策略 因为北京的防控区域是分区的 大家当时是在根据新发地 爆发疫情的周边 病人出入的这个点 给予它标记是中等风险还是高风险 如果你这个地方的一个防控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事实上你可以做到精准防控 而且你对自己的防控能力 把握到什么程度 你的精准防控就可以做到 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这次上海 我们哪怕出现这一例病例 只是对普通的一个镇里面的一个村进行了一个编码 是一个中等风险 关键的是要对密切接触者的接触者进行精准的追踪 对它周围的环境进行全员的检测 以及隔离 我们应该对隔离的区域里面进行全员检测 但是这里大家不由得会产生一个问题 如果万一有个别的病例出来 你没有检测到会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采取第二轮的定点的清楚 也是对密切接触者和他活动的区域进行清楚 事实上也是能够把握住的 随着这个全球疫情的蔓延 我们现在的一个主观感受 就感觉好像是无症状的感染者越来越多了 然后死亡的病例好像没有那么多了 那么据您专业的了解 目前新冠病毒的毒力和它的传播力 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然后关于新冠病毒造成的病死率 不是死亡率 病死率 现在这个数据有没有一些新的证据 全球你看到 就是新冠病例 病例数它就超出了5000万 5000万例 然后病死率到120万 但是你会看到 病例数的新增的速度 跟病死率的增速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全球范围内 新发的一个病人的病死率 事实上是下降的 所以在全球范围内还有一个第二个数据叫 每周的病死率 所以你会看到每周的病死率出现下降 这个很容易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 认为病毒不像以前那么毒了 这是一个错觉 事实上病死率的计算 的一个模型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大家的诊断能力不断地提高 各个地方的诊断能力都大幅度的提高 很多没有症状的人就会去检测 然后会发现很多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么在早期 我们的诊断能力没办法去覆盖无症状的人 所以在早期发病的都是重的 他去检测了 然后我们爆出来的病人当中的病死率 自然就比较高 现在后期等于是没有症状的人也去检测了 他的病死率就会很低 这很正常 因为你选的不是同一个人群 第二个原因 全球范围内 病死率最高的人群是谁 大家都知道是老年人群 所以对于这一波的高危人群 他们开始做非常好的自我保护 然后年轻人这一波 他的病死率本来就是极低的 然后这一波的疫情产生的特点是 社会重启以后的年轻人的感染为主 那他的病死率也是低的 第三 经过一月份到现在 十一月份十个月的时间 全球范围内 大量的新冠抢救的物资 开始不断的得以补充 新冠疫情就是一次打仗 后勤保证的越好 这个账就越成功 病人的抢救成功的就越高 所以随着物资的防疫物资的极大的丰富 病死率大幅度的降低 第四点 当你看到的一个现象 你就随意的去猜测它的原因 有可能往往都是错的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病死率大幅度下降 如果你不在医疗体系的这个系统里面 你很容易就认为是病毒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我们这个病毒还要引起重视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数据 英国最近每周的病死率又开始上升了 为什么 因为病毒是增加 又开始出现了一个轻度的医疗挤兑 一旦出现医疗挤兑 病死率就会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最近的一个月 英国 法国 德国都开始了局部的封城的举动 为什么 就是为了让医疗挤兑不要发生 在这次国内疫情的早期 也暴露出我国在感染科和疾控体系方面的一些短板 眼下国内各地都在计划 或者已经在加强感染科与疾控体系的建设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就像当年的SARS过后一样 国内当时短期内疾控体系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时间一长 整个系统又因为长期的闲置 或者一些其他原因又再次被削弱 我们今天如何才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再度上演 新发传染病诱发的社会经济的一个财力的一个损失 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现在在全球范围内 这次疫情 我们动用的财力物力 应该都是以多少万亿来耗费的 计算的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 大家如果对公共卫生的体系 有一个非常好的布局 有一支常驻的部队 这支部队又是屏障结合 我们就会反应更加迅速 我们的防控更加精准 我们最终的病死率就会更加的低 除了疾控以外 在医院体系内还有一个公共卫生的力量 这个公共卫生的力量就是肝源性疾病课 由于医疗体系的一个特殊性 我们对于这支部队 它的收入 往往是比较低的 那你就很难去维护 在这一次呢 疫情之后呢 国家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布局 要对这支部队呢 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就是支持 然后通过屏障结合得到不断的磨练 前面您已经提到了这个全球的疫情 据您的观察 现在国际上有哪个国家的疫情防控 做得也比较好 或者说对于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借鉴意义的 在国际上呢 我们现在看到像新加坡 还有那个韩国 虽然不能保证做到没有本土病例 但是基本上他们的疫情 都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所以在这些地区 他们也能够基本上在内部的开放 这些国家采取的一个策略 事实上跟中国非常接近 基本上是发行病例 对它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 但是它并没有扩大 比如说我一转楼里面 我发现你是的 我基本上对你密切接触的工作同事 进行筛查 但是我不会对整转楼 所有的人都进行筛查 也不会对整转楼 所有的人进行隔离 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精准防控 事实上做得比我们的范围就更小 但是更小就会有风险 会论完之余 论完之余没关系 它发现的时候 它进行第二轮的追踪和筛查 那么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呢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整个社会大家认可病毒在低水平的流行 然后整个社会采取防控的策略 大家一定的社交距离 戴口罩 你哪怕这个有热腕之余 它也不引起爆发 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还是不能举办非常大型的一个聚会 但是社会可以长期的保持正常化 但是不能做非常大的一个聚会 那么中国我们是什么 动态清零 基本上没有病例 但是一旦有病例 我们就会严格的筛查 我们的筛查比它要做到略微放大 但是好处在哪里呢 我们病人的有关的病例清零以后 我们马上可以扩大我们的社会活动 所以现在全国各地你看开会啊 很多适当的保持社交距离的一个大规模的聚会啊 也已经不断的恢复了 包括这次进步会 一百多万人我们也恢复了 所以就是说各种反控策略各有利比 那么到底这个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取决于你国家自己的情况 我们来去做 我们也能感觉到 这次疫苗的研发的时间 应该是大大的缩短了 但是与此同时 最近也有一些疫苗的实验当中 不良反应事件的曝光 那么在您看来 目前这个全球的疫苗的研发速度 是不是处于一个合适的节奏呢 是过快了还是一个正常的 还是说还不够快 为什么 在一个新发的传染病出来之后 疫苗的一个开发都属于应急状态下面的开发 它的速度都会加快 在2009年H1N1爆发的时候 是当时的一个爆发 爆发时候呢是上半年爆发 但是呢 10月份左右的时候 它的一个流感的新的疫苗 它也已经开始出来了 所以这一次呢 疫情走到今天 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加紧了疫苗的研发 事实上也是为这次疫情做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储备 那么时间节点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 基本上都会开始全球开始接种 所以呢 这一次的这种加快研发的速度 在整个的人类传染病的一个斗争史当中 事实上只是一个常规的加紧研发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现在的技术力量比以前更加的好了 所以研发的速度会更快了 比如说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中国生产大量的灭活疫苗 进入370专研究 在美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MRNA疫苗把它给做出来 现在也是开始在申请应急使用 说明整个的科技 我们每年人类的科技力量都不断的在发展 它只会以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变得更快 更加精准 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对这次疫情的控制 还是有很强的一个信心 好的 非常感谢张文宏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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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